马太福音第三章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他说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那时 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塞人 和杀都该人也来受洗 就对他们说 毒蛇的种类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 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果击 要压押 我就是给他提携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果击 要压押 凉净他的厂 把麦子收在仓里 把汤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当下 耶稣从伽利利来到约旦河 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 约翰想要拦住他 说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你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许了他 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 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